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四下的字根 四下字根有兩個 一個是47,一個是48 它的位置呢,是在電腦鍵盤的V 那我們來看一下紅色的這個部分 就是47這個字根 4的話是正交 然後一筆橫一之後 最後是一個蓋子7 所以這個字根呢是47 我們來看一下47有哪些字 第一個是殼 殼的左上角呢就是47 所以我們按一下四下這個鍵 好,那47取完之後呢是一個橫一 所以我們按一下一中 那再來呢是一個逆完二 所以我們按一下二中 這樣子我們已經取三個鍵了 所以直接跳最後 最後呢是右下角的右 右的話我們是取58 也就是五下的位置 我們按一下五下 好,再來我們看1它的上面也是47 所以我們按一下四下 這個鍵位 再來呢是10 再來呢是10 所以它是在1上 所以它是在1上 我們按一下1上 我們按一下1上 好,最後呢是2點的8跟橫1 它是81 也就是8上的位置 我們按一下8上 好,第一個 好,接下來我們看狐 它的上半部也是47 所以我們按一下4下 好,再來的話呢是33這個字 第一比3最後一比3 那33的話我們是取3上 所以我們按一下3上 好,那最後呢是一個橫1 基本筆形都在中間 所以我們按一下1中 好,最後我們看這個字 它上面左邊也是47 所以我們按一下4下 好,之後呢是一個橫1 我們按一下1中 接著呢是車 車的話是14 也就是1上的位置 好,那最後呢就是右下角的右 我們取58 也就是5下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看4下的另外一個字 跟48 那它的位置 那它的位置一樣是在電腦鍵盤的V 那正交是4 那8呢 就是2點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 MU 這個字 它本身就是一個字 跟也就是48 4下的位置 好,所以我們要打MU的時候呢 直接按一下4下 好,再來我們看下一個字 它是先取MU 這個字裡面有MU這個字 我們就先取4下 好,那剩下的部分呢 是一個方框跟2點的8 所以它是08 也是在0下的位置 好,第一個 好,所以同樣的道理 數的話呢 也是先取48 木 接著再回去取中間的方框口 就是0 那基本筆形都在中間 所以我們看一下0中 第一個 這個 好,那東一樣 48的木先取 取完之後再回去取 01 那01呢 就在0上的位置 好,再來我們看 木的話也是先取48 這一個 然後呢 中間的1 再補上去 1的話 就是 基本筆形在1中 好,第一個 是本 那第二個呢 是木 所以本的話呢 也是這樣的猜法 我們一樣先取木 4下 然後最後一筆呢 橫1 好,第一個 這個 好,最後我們看 數 它的 這個兩點呢 不是8 但是我們把它 歸類在這邊 所以它是例外的 那數的話呢 我們一樣先取4下 再來呢 是右上角的 點6 那基本筆形都在中間 我們按一下6中 好,那最後呢 最後呢 錯字邊 錯字邊 我們是取68 點68那 那 那68的位置 就在6下 好,以上呢 就是四下的 字根介紹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一個喜歡 也歡迎分享 或是留言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好, 好 好, 好 好 好